今天在现场我们有一群非常特殊的朋友 他们平时工作繁忙 不能同家人在一起 所以今天我们特意把他们的家人也请到了现场 一起来过一个团圆的中秋节 来 为大家介绍他们 六号曾经是随车的机械师 对于我们的这些广大乘客来说 你是我们的铁路守护者 守护着每位旅客的平安出行者 你好 小伙子 不是好 错了 再说一遍 更好 今天跟爸爸妈妈一起过节 你开心吗 开心 杨大姐跟我说 其实他们家有一个习惯 过年过节总不能凑齐人 所以每年过年或者过中秋节 去到京郊的家里 不是杨大姐不在 就是郑大哥不在 所以他们家有一个习惯 就是全家人喝的酒的最后的那一点 福根 一定要拿一个酒中倒出来 全家人说 大灰子 或者说 小花 在外工作 今天过节了 要平安 要快乐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节假日 当您踏上公共汽车的时候 当我们安全到家的时候 可能都忽略了你们的存在 正是你们的坚守 才能保证我们整个的社会 保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安全到家 团圆过节 所以在这里向我们公交站线的所有的劳动者致敬 祝你们中秋节快乐 过节的时候实际是我们是最忙的 大家放假要出游 我们就要保证所有的顾客的加满游 平安出行 借此吧 祝愿我的同事 我的员工们 节日快乐 何家幸福 谢谢 今天在我们的现场 我希望您能放松一下 借我们的中秋特别节目和家人一起团圆 所以此时此刻 您对您的同事们 您对您身边的家人 有什么样的中秋祝福 向全国工作在一线的建设者们 祝中秋快乐 何家团圆 这份祝福我也希望能够送给您自己 和您的家人 这一位是来自于北京市公安局 反恐怖和特警总队 蓝剑突击队的中队长张宏 还有他的妻子和女儿贾慧 不想问问贾慧和张宏结婚 四年多了 对吗 和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 放心吧 家里有我 你注意安全 那今天其实张宏来到我们的现场 一会儿节目录制完毕 就要回到自己的岗位了 对吗 有很多你的战友 此时此刻依然驻守在一线 我相信此刻你心里有很多祝福的话 要送给他们 其实我们所有的警察家庭都如此 此时此刻我的战友们 还坚守在重要的安保岗位上 我想在这儿代表我的战友们 对所有默默付出 无私的支持和奉献 和支持我们的警察家属们 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同时呢 也代表我们这个小家 祝愿大家家园 人园 世事园 和家欢乐 首都警察为您保驾护航 谢谢 这小伙子我觉得你还是坐下来吧 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呢 为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小伙子 就是在刚刚落幕的雅加达亚运会上 获得跳高金牌的中国田径运动员 王宇 一说金牌 肯定有很多观众都特别想看一看 这个亚运会的金牌 长什么样 对不对 没带 带了 就在桌上 哇 金光闪闪啊 熠熠生辉 我能掂量一下吗 我刚听到有观众说是金的吗 我帮大家验一验 你咬过吗 没咬过 她的妈妈就坐在观众席当中 儿子怎么样 好 骄不骄傲 骄傲 那儿子怎么说 今天我们还为他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那就是印制了我们万家妖明月 一起看中秋标志的大月评 来送给我们各位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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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